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,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,就是现在的娱乐电影,娱乐电视剧,非常的火爆,但是真正能代表中国,代表中国力量的电影却一个都没有, 没有,确实现在的娱乐圈已经陷入了一个怪象,他们只想着去挣钱,如何去挣钱,才是他们最小的事情,这样不仅就陷入了一个怪圈,而中国没有好的电影,中国是真的没有好的电影,是中国拍好的电影的人全部都是没钱的,他们拍不出电影,有些人想拍一部好的电影, 但是古日没有办法,没有资金,但是那些有钱的人,他们只想着拍一些娱乐电影来娱乐大众,这个电影投资成本非常的低,而且也是非常的容易挣钱的, 对于孙海英,可能有人会想起他,但是我活的一个著名的老戏骨,演技是非常的厉害的,但是这个人的脾气也是非常的火爆的,骂起人来真是一点情面都没有, 在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孙海英就对于娱乐圈的,电影这件事情就大骂冯小刚,孙海英说现在的文艺电影已经没有了,文艺导演已经没有活路了, 孙海英更是指出,风小刚现在非常好,确实她非常的好,她是拍娱乐电影的她,当然非常的好,但是真正的, 文艺片的电影的导演有几个是好的,孙海英更是指名道性的指出,还在那里装文化,只是披着文化的外衣,继续实行自己娱乐化的目的, 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挣钱,孙海英跟人直接说,你在那里,装什么装有什么可装的,更是指出说, 冯小刚等到她八十岁的时候,她可能会回想自己这一生没有拍出什么真正好的文化电影, 但是孙海英又说,等到你八十岁的时候,再后悔有什么用,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,该跟过新人疼的地方, 孙海英的言辞非常的犀利,但是不得不投射出一个事实出来, 中国现在的文体电影确实已经没有了,中国现在的电影已经彻底的娱乐化, 回头想想现在,中国的电影除了娱乐还能有什么, 但是几十年几百年之后,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现在的电影, 我们真正能想起来的还有几部呢,就是现在让你想有深刻,有内涵有意义的电影, 你有没有想到哪个电影? 没有,是一部都没有,但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大导演冯小刚, 他却是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? 他想到过,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金钱,为了自己的利益, 他却不这样拍电影,他只是想做一个娱乐大众, 认为,现在挣钱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, 早晚有一天,他会被娱乐大众所唾弃, 因为他走上了一条非常没有内涵的电影, 我们中国现在想需要的电影是有内涵的, 同事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电影, 不是随便找几个翻红的流量明星,拍出一部电影, 随随便变的笑急声就完了, 希望经过孙海英这件事, 我们中国导演能够幡然醒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